哈囉大家好 我是Kerry 歡迎大家來到酒吧開箱 這是我新的系列的節目 因為其實我每個禮拜五 都會在台北市的酒吧 四處的喝酒 然後四處玩這樣 所以就想說 應該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喜歡的店家 那今天是萬聖節 所以就想說 趁著今天變裝 帶大家來看一下我的愛店 那現在我們位置在101在信義區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離101非常的近 超級近 然後所以你只要坐Uber 或是你坐捷運 就出口一上來 就可以找到這家店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去看看 今天的店 MQ 拆配 Let's go 好 那我們現在就已經到了 Marquee 拆配 那今天呢 他們其實好像不是萬聖節的變裝活動 所以我剛剛原本覺得 自己穿這樣會不會很怪 但是我剛剛在外面 就是看到一堆年輕人 都穿得比我更乖 所以我現在沒有那麼擔心了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進去看看吧 兩位 馬上就有帥哥來興奮 馬上就有帥哥來興奮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店裡面 然後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店裡面大概長什麼樣子 那首先呢 就是這邊有一串都是包廂區 所以假如要聚會或是朋友生日的話都會來 那有一個最特別的包廂就是我現在帶的這個 在這個包廂的後面 你可以直接看到101 所以每年跨年的時候呢 我幾乎都會來Marquee Bartender is always right 酒榜呢永遠都是對的 然後第二條是 如果今天Bartender出包了 那請見第一條 就是他永遠都是對的 所以你來這邊就是只能認不二天的宰哥 他們都是對的 那接下來呢 就是這邊有一個我很喜歡的地方 就是他有自己的DJ台 所以呢就是他們有的時候都會找一些DJ來這邊放歌 那這邊放的歌呢 大家算都是走一個比較嘻哈的路線的 所以我覺得還蠻輕鬆的 而且有些時候如果是週末假日的話 他們放的也很嗨 所以如果大家不喜歡去夜店的話 來這邊聽聽歌也好 然後呢這邊除了一樓呢 有Marquee之外呢 他樓上還有一家CTP的酒吧 就是一家隱藏的酒吧 叫做Alchemy 那要從哪裡上去Alchemy呢 就在這 就是這個隱藏的樓梯走上去 就會到Alchemy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他們還有一個玩遊戲的地方 那今天呢就是可以玩那個啤酒乒乓 就是Beerpong的遊戲 那可能現在還太早了 所以還沒有開 那沒有兩桌 所以呢很多時候 通常都是等到大家已經喝多了的時候 才會來這邊玩 所以呢就不知道大家一起要玩桌子 因為大家都喝爆了 那我最喜歡的一點 就是他食物也超好吃 他前幾個月子 他的廚房好像沒有人吧 所以呢有很多吃的東西都沒有 今天呢他剛好就是終於有吃了 然後因為我們其實還沒有吃晚餐 所以呢在喝酒之前先點一個吃的 今天呢先點牛舌 馬上試吃一下 那邊牛舌真的超好吃 很厚 然後呢 還有加這個 很多蘑菇在下面 通常牛舌這種東西 應該是要帶很厲害的 吃開燒肉店才吃得到 大家如果有機會來 而且還沒有賣工的話 一定要吃一下 好了那填飽肚子之後呢 現在就要來點酒 每次都一直回來Marquee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跟這邊的Bartender 其實都還蠻好的 所以呢每次來都會有一種混家的感覺 那現在要點酒 當然就是找跟我們最好的 跟大家來介紹一下我的好朋友 Ice 阿今天要喝什麼 我每次來我都跟他說 他隨便幫我做就好 阿今天就做萬聖節的特調 我活動 好嗎 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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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如果要來Marquee的話 通常就會確定隔天 早上沒有別的重要的事情 不然很有可能就是隔天又起不來了 他的臘土 他媽媽也會去開口 還會蠻好 我的臘蛛 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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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好像是他們今天的萬聖節特調 然後剛剛他這又上來的時候還要燒一下肉桂 然後整杯酒都是暗紫色的感覺很有萬聖節的氣氛 酸酸甜甜感覺有加點椰子所以有點奶奶的味道還蠻好喝的 第一杯都要輕鬆一點 好喝 這杯的話是Terry Negroni 然後專門為Terry去設計的 然後裡面的話會有一些花果香 然後還有一些木質調性 然後基底的話是用琴酒去做 那剛剛Ice幫我特調了這杯Terry Negroni 就是一杯比較像是Martini感覺的酒 所以應該是蠻濃的 所以大家以後來的話也可以點這杯酒 然後要喝酒當然就要配好吃的食物 所以Martini一定要點的東西除了牛舌之外 如果牛舌太飽了就是要點這個松露薯條 Martini的松露薯條是全台北是最好吃的 所以呢挑點一下 而且是還蠻濃的但是很好喝 你要幹嘛 為什麼你在這裡 Why are you here? I just...I'm just passing by for no goddamn reason 在這邊遇到變成田康莉 然後和他老婆 小子 因為拍攝的過程中 在喝完了萬聖特條 還有非常斷片的Terry Negroni 再加上了若干Bartender們的愛心Shots之後 我就已經有點喝醉了 開始不太適合主持了 所以最後呢就補一段 和大家介紹一下Martini吧 大家在影片裡面看到的Martini非常的熱鬧 不過其實他平日假日氣氛都還蠻不一樣的 平日的夜晚呢會有駐唱歌手 或是會播放輕節奏的流行音樂 很適合和朋友一起小酌談天 不會受到打擾 到了週末夜晚呢就搖身一遍 變成了夜店的前哨戰 尤其是他們最近和附近的夜店DJ合作 除了嘻哈還有Trap之外 我最近還有聽到夜店的Big Room 甚至Heartstyle還有Dovestep的曲風 可以說是風情萬種的一家店吧 那我來拍攝的當天呢因為是萬聖節 所以即便沒有要求還是有很多人都有變裝 那我們喝了幾杯喝開之後呢 也就加入了當天的電玩戰局 雖然是輸的蠻慘的啦 對面的妹子真的太厲害了 但是呢輸的還是有酒喝 這大概就是人家說的吃虧就是占便宜吧 雖然總是會抱怨來Marky要喝太多Shot 但是呢我還是每隔幾個禮拜就會回到這裡 連這裡的Bartender都已經熟知我最喜歡的調酒風味 他就像是我的第二個家一樣 承載著很多開心的回憶 Marky對我來說呢就像是一位情人 對他又愛又恨 雖然總是會抱怨個幾句 但是最終呢依然還是我的最愛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機會來探訪Marky的話呢 和我一樣愛上他吧 最後感謝你們收看這一集的酒吧開箱 如果你們喜歡這一集的節目 或是有什麼推薦的店家的話 不要忘了留言告訴我 也可以按讚分享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收到所有的芯片通知 感謝你的收看我們下週再見囉 掰掰 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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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